善谈诸法弥奥 说尽行道 愚辱终身 若不而辙 不去证据 这节章 最后的一句 因为最后一句 又不去证据这句 善谈诸法弥奥 乃第三十四 善谈法药院 密的密奥之意 佛教里头没有秘密 有神秘 就是法门的神奥 不可能有秘密 神秘 而且很多 谁有秘密之意 也法门隐秘 不亦是人也 这是很神秘的东西 一般不说 说什么 没有人懂 没有人懂 就是不奇迹 我们要佛法兴旺 一定要了解 大众的程度 他喜欢什么 要恒顺众生 不能顺自己 顺自己 就不奇迹 就让人家厌烦 他接触 下一次就不来了 所以要恒顺众生 随机 是教 密奥呢 如法华文句 第五句 法华文句 是智产大师的著作 这里头有一句话说 四十余年 运载佛心 他 无知者 这叫密奥 这是讲的法华经 法华是最后说的 最后法念说的 所以说四十余年 师尊说法四十九年 这最后的八年 讲法华 说的就这种事情 所以藏在佛心里头 没有人知道 这叫密 夜沉之道 总是万土 这叫药 这个药 是重要的 跟密不一样 密是深奥 太深了 药似的太重要了 这说的是念佛法门 这个太重要了 这个法门容易 不认识资 没念过书 也信 只要他老实 听话 正看 来佛寺的三位 还加上老德和尚 都是这样的人 一句佛号念到底 一生不改变 修苦心 利益一切众生 不把这些死 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 就一句佛号 他就成功了 这些药啊 这些药啊 又发华 佳祥宿第九诀 说 阴语 建药 礼州 具足 故称为药业 啊 信来 迎耳不传 这是密 法华经 法斯品说 此经 是诸佛密钥之造 不可分布 妄收于人 这是为我们解释 密的意思 所以佛教学 有此地 你看他老人家一生 三十岁 在菩提树下 开悟 那开悟之后 就将经教学 先读吴比丘 在洛业园 将阿汉 小尘教 将了十二年 等于是教学 佛教的教学 十二年毕业了 接着办中修 八年 将方等 方等前面通小尘 把小尘提升 上面接大臣 二十年的 二十年的根基之后 佛教大臣 将薄弱 智慧 真是智慧 二十二年 我们就知道 讲到最久的 在坚固基础上 坚定的 真实智慧 二十二年 这是佛的崩坏 常佛崩坏 把众生 都变成大菩萨 这佛的教学 最后八年 等于是研究所 从菩萨 从菩萨再生一起 成佛了 所以成佛的法画 古人讲 开智慧的论言 成佛的法画 论言是在 方登时候讲的 也就是 这个 薄弱之情 它上面通的薄弱 就开始会 佛这些 教学的理念 方法 我们统统要学 现在 由于交通编辑 传播媒体的发达 教学不难 所以要有一套过程 由前而生 慢慢建许 自己学习了方便 帮助别人 也方便 最后 直接 接到大臣 那么又有 佛教有个宗派 密宗 臣密密宗 因密法者 正是 诸佛密药之藏 不欠世人这 这密宗跟贤宗 不一样 贤教是 明确的表达 密宗是要你细心体会 却贤教 一般人能学 密宗就不是一般人 都能学 他要求的条件 比较高 基本的也是 三句话 老师听话 正感 具足这个条件 难以学密教 难以学进度 而且都能快速成就 实际上 密教跟进度 是一桩四季 进度的密说 就是密作 密教的洗言说 就是进度 密言进度 就是基罗世纪 大日如来 就是阿弥陀佛 那么由此可知 佛应激意识教 你是哪一种根性 你喜欢哪一种 佛就用哪个来教你 让你欢喜 让你感觉不难 你容易成就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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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